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說我在北京被人騙的兩件醜事 其實我本身覺得自己被人騙了是很愚蠢 很低能 總之種種的blame the victim 就是我自己的心態 變成這兩件事 我其實這麼多年以來都沒有跟別人分享過 但是由於現在已經市隔多年了 我已經放下了自己的羞恥心 還有我看到最近很多人都流行 上大陸玩啊 上中國玩啊 那我就想說我自己的經歷出來 一來給大家了解一下我當時遇到的騙案的情況 就警惕一下大家 二來就是我都想趁這個機會讓我自己come out一下 就是 令我自己去 切切實實地面對這個我這麼愚蠢被人騙了的這兩件事 那我先說一下這兩件事的背景 那話說呢當年是大概四五年前 我好像不知道Year One 還是Year Two 的時候 佔領運動呢都還沒發生的 那就是大家都是很清潔的中國人的時候呢 那我就報了法律學院的一個交流 那就是去清華大學那裏上一個暑期的法律課程 那就學習中國的法律了 因此呢我就有這個機會呢在北京那裏是stay了一個月 那當然我們去得北京啦 就不會只是上法律學院的課 那樣啦 也都會去一下其他地方旅行 體驗一下這個中國美麗的風土人情 那樣啦 第一件事呢就是去長城的黑敵啦 那我真的很佩服那些騙子呢 他可以花這麼多的人力物力啦 然後是走去 這麼沒良心地騙了這麼多人的 那當年我們都會有那些不知百度地圖啊 還是google map那樣啦 那就已經是搜尋好了 去長城的巴士站是在哪裏的 那一路跟著條路走過去那樣啦 然後去到一個位 大概 就看到已經是很多人在那裏排隊 說的是起碼有 差不多一百人在那裏排隊啦 然後呢就有個路牌呢 就寫著說這裏就是去長城的巴士那樣 那當然我們就在那裏等啦 又有我們這些中國人 是不是 又有一些外國的遊客啊 五回四海的人都有的 等啊等 等啊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下 等了整半個小時 九個字 都沒有車來 接著期間呢 就有很多的 的士司機啦 就在那裏招那些遊客呢 就去搭他們那些的士 就好像說到呢 三百元人仔那樣呢 就會載到你去長城的啦 那 作為一個窮苦學生 那我當然是 沒有錢搭黑的啦 就算有 都不會捨得花錢去搭這些的士啦 那我繼續等啊等 等啊等 然後等下呢 那就當然跟隔壁的外國人聊天啦 那他就說 什麼他這次專程來中國呢 是最後一天的啦 那就很想去到長城 那但是呢 由於他下午呢 還是晚上呢 就要趕飛機啦 如果現在去不到啊 就是等了去都等了很久都沒有車 如果現在去不到呢 那就 那就是的啦 那就 不會再去的啦 這樣子啦 然後他後來等到一個時間之後呢 他是走了的 就是他就 來了中國 來了北京 但是就 沒有看到長城了 我就覺得 好像很不妥啦 就是等了九個字 還是什麼 都還沒有車 那麼奇怪的呢 是完全是一架車都沒有 但是那些人有繼續等 真的很多人在那裡等啊 那接著我再看看那個導航 其實呢 距離 實際上那個巴士站標示的位置呢 我一開始已經知道了 是 還欠大概 可能一百米左右 那 你知道有時候導航那些 不是 exactly 準了的嘛 那他 那時候我 看到他是欠一百米 那我當然覺得 啊 不是很準 那可能現在這裡已經到了 這樣啦 是不是 那接著 咦 我就覺得 什麼事呢 不如去前面看一下 這樣啦 然後就走去前面 然後竟然發現 是有另一個巴士站啊 接著我 回頭看 這樣啦 發現原來本身呢 有一些的指示牌呢 是指著 前方就是 長城的巴士站啦 但是是被那些騙子呢 移走了去 移開了 面向了另一邊 等呢 由這邊走過去的人呢 是看不到有那個指示牌 就以為那個就是巴士站 然後就在那裡等 但是那裡其實是不會有巴士的啦 那就會變成你等多久 你也是沒有巴士 你就會被迫 去上了他們那些 那些這樣的黑的 那 然後呢 去到那個第二個巴士站呢 在那裡等了 五分鐘左右 然後覺得 其實 好像也是有點奇怪啊 為什麼都是一輛車都沒有 而且感覺跟剛剛那樣似的呢 然後 哇 原來 就是圈套中的圈套 你以為你已經脫離了這個 假的巴士站呢 其實你前面那個 都是假的啦 對 然後呢 又是假的啦 我其實呢 途中呢 我已經問過很多周圍的人 哎呀 巴士啊 在哪裡啊 什麼啊 你們怎樣啊 個個都好像坐得無靈兩可 其實大部分都是遊客 又不是很清楚這樣 然後去到後來 我再走前一點點啦 然後又發現呢 那些的 騙圖呢 是塗了那些指示牌 又自己自行改了呢 又轉了去另一個方向 讓我們看不到 原來第一個巴士站是假的 第二個巴士站 都是假的 然後呢 去到一個位呢 原來我們要轉個彎進去 才是一個真的巴士站啦 然後那個真的巴士站呢 那些車呢 是樂意不絕的這樣來 講的是30秒 一班車坐滿就開 30秒坐滿就開 只不過那些巴士呢 剛好是 因為轉個彎就是 那些巴士呢 在那條路兜過去 變成我們 假巴士站那邊 就不會看到這些巴士 就不知道自己被人騙了 真巴士站那些巴士呢 講的是好像 10元人仔都不用 就可以上到車 跟那個300多元的黑的 那個價錢是差很遠的 現在是欺負你的遊客呢 不知道真那個巴士站在哪 又未必是很知道 那個 巴士的價錢啦 就覺得300多元 坐一趟的士都OK這樣 不只是利用你的無知 他還是改了路牌 塗了它 加一些假的路牌 或者整個很高的 藍色的路牌 整個反轉了 在燈柱那裡 反轉了去另一邊 就是 我其實最後 是沒有真的被他騙到的 我也是最後 去到真的巴士 即第三個才是真的 就上了真的巴士 那就很快就去到了 不過我後來再上網去搜尋 有沒有人都說過這件事 我看到好像很少人去說他們 在長城被人騙的事 但是呢 我好像有聽過另一些朋友說 就是說 其實那些黑的呢 他不單止會這樣收跪你啦 這樣騙你啦 他還會是呢 載你去一個 長城的不知哪一段 就是丟下你隨便 就是根本不是 最多景點 最多人去的那個段 或者最出名的那一段 所以其實真的很沒良心 那些人 還搞到那些人 專程飛十萬九千里 過來看長城 最後是看不到的 那第二件事啦 就是我在王府井呢 被人騙了大概一千至二千元人仔 那對於窮學生如我呢 其實當年是覺得很多錢的了 那我事後反省了就覺得 為什麼我會被人騙的呢 我自己就綜合了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真的太過天真 太過蠢 沒試過被人騙 結果就這樣中了伏 第二就是 唉 衰貪心 其實很多人被人騙 倫敦金啊 什麼那些 其實都是衰貪心 那第三呢 就是 我當時婆婆快要生日了 我婆婆當時還沒過生 那我就很想買一份禮物去 送給她 那就覺得好像有個契機去買一份禮物 那所以呢 就中了伏了 那其實這件事究竟是怎樣呢 那話說我和朋友呢 就 走近王府井 然後呢 就經過一間店 那家店呢 它外面呢 是買一些很便宜的彈彈波 就是可能說一兩元人仔呢 就有一個那些彈彈波 那 那我們就兩個傻奸奸 兩個女生這樣 就去看別人的彈彈波 欸好可愛啊 玩來玩去這樣 那我懷疑這個時候呢 那家店員呢 那家店員呢 已經留意到我們兩個的樣子 是幾任天真無邪 就已經 撐中了我們了 那不要管了 那總之呢 我們就不知好像用了一兩元呢 就買了那個彈彈波 那些東西 那家店員呢 就進我們過去了 跟我們說呢 說 即是買了東西呢 就可以抽獎的 那 那就跟我們去了一個 後面的area呢 裡面就是很多珠寶啊 翡翠啊 鑽石啊 這樣的東西 那 那些的珠寶鑽石呢 全部 是標價呢 一萬元 兩萬元 三萬元 即是根本 我們這些窮學生呢 是 即是很難才會捨得買 這樣 即是每人可以抽三次這樣 因為買了一個彈彈波 就幾元雞的彈彈波 那抽第一次 就是說 啊 多謝慰顧這樣 即是沒事了 然後呢 那一期間呢 有另一個人呢 也有來抽 即是不只是我們一個客人的 是不是 那他又抽啦 又是說多謝慰顧這樣 然後呢 又到我了 又再抽第二次啦 又是說多謝慰顧這樣 然後另一個人又抽 又是多謝慰顧這樣 然後怎樣呢 第三次我抽的時候呢 我就抽中了 竟然中了獎 然後呢 我的朋友呢 又是天真無邪這樣 超開心的 超開心的 和契我高興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獎品是什麼呢 那個獎品呢 原來就是可以 在他這間店 一折去買他的珠寶首飾 其實我想回呢 那個 另一個來抽的人呢 其實是很做妹的 即是他根本是他們的人 然後 然後 我又想回呢 他在給我抽之前呢 即是給我抽最後一次中獎之前呢 其實他好像把那個籃呢 擺一擺在旁邊 然後不知道說了什麼 即是我懷疑他根本是 染眼法的時候 已經換了那個籃 即是一開始抽 就一定 全部都是不中獎 然後之後抽呢 就全部 即是之後換了那個籃給我抽呢 就全部都是中獎這樣 就迫著我一定會中獎 那就中了一節去買他的東西這樣 那 作為一個 又沒有被騙過 又有少少貪心 然後阿婆又快要生日的 一個天真無邪的傻子 即是我 那 我其實都很猶豫 即是 現在那塊玉本身 15000元 現在只是1500元而已 他就覺得 哇塞好划啊 什麼啊 他又有了證書啊 我的朋友呢 又是天真無邪 又在這裡不斷說服 對呀你阿婆一定會喜歡 真的好像跟騙徒合起來 但是不是啦 只是純粹 他也是很天真無邪這樣 我去到後來呢 我就 錄一張銀聯呢 就買了一個 差不多2000元 即是本身200元 但是截 截了 的2000元的一個玉的吊嘴 那就 送了它給我阿婆這樣 其實我一直買的時候呢 已經一直覺得有點不妥 就是 一直覺得是不是真的 這樣 就是 但是他又拍了心口這樣 然後呢 他拿了我的卡去錄的時候呢 我跟朋友呢 上網看 其實呢 原來上網呢 已經有說呢 是 就是 黃虎正是有這些黑店 其實他那塊肉呢 是可能 值幾十元的 或者是值 不會是值 千幾二千元 就是可能是值一百元 樓下的價錢 他就 冷是用這個形式 就騙了我們千幾元這樣 其實我上網 已經是 就是他拿了我的卡去看的時候呢 我已經搜尋到 是有這些黑店 但是呢 我又不敢出聲 就是那時候很暗春的 就是被人騙了 都不敢立刻叫停 不敢什麼 然後還寫死地氣 被密碼去 照錄 因為呢 已經搞了很久了 就好像 不好意思不錄這樣 就是 被人騙到又騙到 那麼不好意思的 真的 不騙我騙誰 是不是呢 唉 就是不知道你們明不明白 好像已經搞了很久了 然後已經在簽單 又不好意思走這樣 然後呢 嗯 我發覺呢 他其實在我玩那個騙人抽獎期間呢 他用了很多方法去 呃 蒙騙我啦 或者是騙我這個傻豬豬啦 就是他一直這樣 摸我的手啊 在說什麼 哎呀 你的手很有貴氣啊 一定會抽得中啊 又說什麼 每天只有一個下抽得中啊 如果抽中了就值得了 然後呢 我抽了之後呢 那張 那張一折卷呢 我抽了之後呢 我說不要啦 都是不買啦 太貴啦 這樣子 然後我的朋友又傻豬豬 不斷說服我買這樣 然後呢 店員又說 你不買你給我啦 呃 我買啊 就是用很多這些方法呢 來激起你 人性貪心的 呃 慾望這樣 那就變了 就是這樣 我就 被人騙了千多元 但是其實呢 我後來呢 自己安慰我自己呢 我就覺得我其實 嗯 都不算是被他騙的 因為被人騙了之後應該是很不開心的嘛 但是那個問題是 我呢 就 將個吊嘴呢 後來我阿婆放大手啦 那我就 送了給我阿婆啦 那我阿婆是很開心的 是很滿意 然後馬上大了啊 很開心啊 在那裡曬命這樣 那樣 那就 我 我覺得我阿婆開心 那整件事已經是值得了 那 那當然 好像這樣 好像阿Q精神啊 或者自我安慰那樣 但是 如果不然怎麼辦 哎呀 屎鬼蛋啦 你們有沒有試過去旅行 或者去中國的時候被人騙呢 如果有的話呢 在下面留言 和我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大家互相警惕 和互相做這個 蠢人告解會 好啦 如果喜歡的話呢 就訂閱我的頻道啦 和讚好 和分享啦 下次再見 拜拜